大家好,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之前那个215期啊,因为我聊到挣钱多少的事儿 引起了好多网友对马农以及在美国做财务的薪资水平的热议 其实关于马农的具体薪资水平呢 这个事儿肯定是,就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可能是一言以蔽之的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准备一期访谈,请一个资深或者几个资深马农来聊一聊 他们这一行的职业细分,大厂和小厂的区别啊 职场进阶,年龄差距,地域差距,工资,股票,期权等等 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或者点赞告诉我 不过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具体分享的还是做财务的薪资水平 因为上期播出之后有好多网友给我写信 我就发现有很多人是一知半解或者是有偏见的 我之前是做过两期关于基金会计的薪资水平 看了这个新一期的留言之后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再掰吃掰吃 其实呢,基金会计在美国叫Fund Accounting 其他行业的人啊,一想到财务就会想到什么核算工资啊 帮你算算假期啊,税啊,然后记录什么开个发票收据 或者应付应收账款 那个要么叫payroll,核算员工薪资的 要么就是出纳 这些都是下辖于企业会计下分的 然后做税呢,是专门的做税的会计 所以要么就是tax accountant 要么你说的就是corporate accounting 其实和fund accounting 就是我要说的基金会计 是八毛钱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做企业会计 你总得对自己这个行业所在的industry了解 因为在业务上比如说确认收益的时候 制药公司、科技公司和石油公司肯定有不同的准则的 那么基金所在的行业就是金融行业 所以fund accounting呢,也要对金融很熟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 介于accounting和finance之间的这样一个领域 这就是为什么我既是注册会计师 还要去考这个CFA 然后基金会计的薪资水平 也会比一般企业会计 就是corporate accounting要高不少 不但比一般的财务高 其实比其他行业也相对高 只是可能和马农不能比 之前聊基金会计的薪资水平 那上下两期我也说了 一般工作四五年 在纽约这边挣十二三万或者十四五万 都是比较常见的 而且这还是和08年之前比是退步了 这个08年以前呢 工作五六年 挣个二十万都不难的 你想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如果是挣二十万年薪 是不是不错了 比一般的行业还是要高不少的 我记得我之前所在的一家公司呢 它05-06年是黄金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是对冲基金的一个高光时代吧 那两年连前台一年都有四万美金的奖金 而我们这行奖金呢 是薪资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家一听奖金可能会觉得今年有明年没 它不是时有时无的 虽然适合业绩严密挂钩 但是基本不太会开倒车 除非是年景太差 其实就算是08年 我听说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没有减的 只是没有增加 就比如说你之前一年拿了四万 今年最差也就还是四万 大部分的时候每年这个total comp 就是底薪加bonus也要涨10% 几年前我的前老板离职的时候 当时他也就比我现在大个两三岁的样子吧 就不到40 他因为是本科毕业就工作 所以就大概有15-16年的工作经历 他的薪水就是底薪加奖金有half million 就是那你想一个不到40岁的人 挣50万美元是不是算很多了 而且呢这是他离职之前 他的职位是主管 离职他就是要去一家比较大的放的 就是做CFO了 财务总监 那肯定是要上100万了 当然了他算是干得很不错的 因为他是那种业务能力也强 然后人际关系啊情商 都很会处理的那种美国人 犹太人 所以他是干得如鱼得水 如果是比较一般比较平庸的人 就比如说像我这样 到了工作十多年这个档位 就是十年到十三四年都算是一个档位的吧 挣个二十来万三十万也是不难的 不过这行的缺点呢 就是一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间上 确实是怎么说都不能算是一份清闲的工作 我之前有看马农分享 就是他一年也是挣个三四十万 而且比较喜欢那份工作 朝十晚六在番区那边 那我们这份工作肯定不可能朝十晚六的 但是他有忙到 有的是可以忍 有的是忙到不能忍的区别 这个咱们一会儿来说 另外一个缺点 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需要soft skills 就是软技能 包括语言文化 包括情商等等 就是他这个工作里面 和人打交道的成分还是很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基本上比较高的岗位 都是英语是母语 或者是小时候就移民过来的人 然后白人居多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 我们需要有这种sales 就是做销售的口才和技巧 因为你有时候要和投资人解释一个事 然后要白货 很多时候也要跟同事老板去争论 就是会计和税务的事情 其实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非黑即白 有的时候全靠一张嘴 所以我们得努力再跟别人sell一个想法 一个idea就很像销售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疫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所有的大公司 科技大公司 翻去那边几乎都宣布 你可以无限期的在家工作 最少也是可以工作到明年夏天 然后我们这行的人呢 都被要么明文规定 要么暗地施压 陆续回去上班了 真的是因为好多事 远程还是解决不了 或者是效率特别低 得面谈 所以呢 干得特别好的人 都是既有深厚的业务功底 也有情商和口才加持的 这个对英语不是母语的华人来说呢 就算是个劣势 然后咱们说说工作强度和成就感的事 其实当你年轻的时候 虽然我知道我在这个频道 说了很多非常现实的话 但是我还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就如果你比较上进 想干出点什么的话 你是不怕累的 只要有希望 所以呢 工作强度和成就感 这两件事是不能拆开来看的 比如说我在四大那几年呢 虽然就老加班到深夜 但是心态还是比较好的 第二天早上就还能起得来床 而且还考了CPA和CFA二级 CPA不用说了 CFA是更难一点 一级的时候是学校考的 那个也不用说了 二级 好多人说二级比三级还更难考 但是我那个时候啊 我跟你们说 早上九点上班 晚上一般是十点下班 有的时候还会更晚 如果是十二点之前能到家的话 就是洗漱洗澡都结束 我会再学习一个小时 到一点 然后早上通勤 在地铁上还会再看一个小时的书 然后地铁上也都比较紧 没有坐 所以看书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看的 就是并没有一个舒适的 这样看书的环境 然后每天至少还能保证 就这样算啊 有两个小时高质量的学习的时间 再加上周末 晚上回来 因为比较晚了 一般都是打车回来 所以在车上就是闭目养身 也有的时候就快领考那几天 我为了复习就坐地铁 因为地铁里面有灯 可以再看一个小时的书 纽约的地铁是24小时的嘛 所以二级也是一次通过 我不是说想炫耀什么 就是帮你想象一下 当时是一种很累 但是多么充满希望 多么积极的心态 和后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是相信努力也相信自己的 这个是环境给你的一种正反馈 所以呢我对我的老东家安永 其实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能让你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环境 大家一定要心怀感激 然后我就离职来到了基金 完蛋了 噩梦开始 这家公司就是我之前提到过 很多次抑郁的那几年的这家公司 工作压力很大 强度非常高 就不用说了 但最重要的是 总是得不到正面的反馈 这才是让你特别难受的一个原因 但是辛苦的话 是不会让一个 对自己事业充满希望的人抑郁的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钱也比私大的时候多了 但是你会发现 你在这行里头 就是个中等偏下的水平 这一点很重要对自己的心态 因为你觉得你的价值 没有得到行业和社会的认可 然后也不知道是因为公司 因为你没有绿卡而拿捏你呢 还是领导 就是看你不顺眼 也可能两者都有 然后企业文化还特别的抠门 就经常把员工像防贼一样防着 比如说公司政策呢 是加班加到八点 你就可以点餐报销 可是如果你正好干到八点就走了 这个时候你点餐公司就会很不高兴 我们同事都觉得非常诡异 因为公司就发出一个全公司的通告说 虽然干到八点可以报销 但是如果只干到八点就不行 我们都觉得这不是人话 因为这逻辑都讲不通 其实就是说你不能拿着外卖走 比如说现在是七点四十 你预计再有二十分钟可以干完了 那么本来你可以现在点餐 二十分钟以后呢 正好外卖也到了 然后你活也干完了 拎着外卖不是就不用回家做饭了吗 还可以在地铁上吃 当然那样不太文明啊 不行 这样不行 你说一个几百亿的基金 你在乎这几分钟的时间 在乎这十几块钱的炒饭吗 很多人通勤是很远的 就算是八点下班到家也九点多钟了 还要另做饭 所以我们好多同事 包括我自己就觉得这个政策 特别的cheap 特别诡异 他们就本来可以八点走 然后就摸鱼摸二十分钟 点个餐 那你说公司不也没办法吗 为什么一定要逼着员工 用这种方式去摸鱼 然后凑二十分钟的face time呢 对不对 就让人很不舒服 另外一个policy呢 就是加班到九点就可以打车回家 但是纽约的冬天不是经常有暴风雪什么的 这个时候打车就很难打 或者就很贵 有premium 有一次我就是加班到十二点多 然后正好赶上下特别大的大雪 结果那次回家 Uber就花了一百多块钱 本来大概是四五十块钱的车程吧 然后就被总监叫到办公室里 问了半天 你是在哪个block上的车啊 为什么这么贵啊 等等等等 你说打车这个钱 又落不到我自己的腰包里头 都有receipt 而且我从来不是那种 逮着公司不花钱的东西 就可劲用的那种人 也有无数次是本来可以打车回家 但是我先生就开车到公司楼下来接我了 或者是本来可以点餐 那是太晚了 就不想吃了 不点了 你说偶尔一次大雪天的 你工作到深夜打个Uber回家 而且这都是公司明文规定的policy 然后被这么盘问 就让人非常不舒服 我当时也有一点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 就说那我这个钱自己出好了 不用公司报销 现在想想这个真是情商低的表现之一 你说你用这么冲的口气跟头说话 再加上呢 就是工作本来就压力大 然后同事之间也有很多办公室政治 在特别特别累 睡不够觉等等 每天赶上十件八件这种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事 就过得很难受 每天都起不来床 什么上进心啊都没了 这辈子就想这样了 那个跟当时去熬夜考CFA的状态是多么大的对比 每天就像烂泥一样的尾顿在家里 好好跑题了 回到薪资水平上来 到时候我得做一个时间跳转 但是后来跳槽之后呢 环境就又变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有绿卡了 还是厄运就此结束了 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环境 虽然我也没有说从此就平步青云 但至少你的工作和态度是得到公司认可的 然后薪资也涨幅比较快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几乎要翻倍了 算是catch up就达到了行业的平均水平吧 以前是below average 而且呢新公司的压力啊 工作时长都好了不少 就比如说同样是八点点餐的这样的政策 我们组里头一想到今天晚上可能要加班 老板六点多就招呼大家点餐了 然后他说这才是正常的饭点吗 如果你干到七点半差不多了 老板也会说就走吧走吧 也不会说因为你已经点餐了 然后还差半个小时 你们就多给我留下把这时间凑够了 也不会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企业文化 大家就也不会老饿着肚子去加班 说这些是为了回应开头说的啊 同样是工作时间长 就我们说到薪资高就不能不考虑工作时间和工作压力 但是同样是时间长的话 有的是可以忍受的 有的是让你很难受 所以大家选择工作的时候辛苦一点没关系 但一定要避开那种就把你当贼防着的雇主 当然了作为员工你也得给人家认真的干啊 不要老想着摸鱼或者占公司的便宜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我认为这行呢 总体来说其实还不错 稳定 挣的也真的算多 就算是你一定程度遇到了天花板 你说我sales这个能力不行 一年挣不了half million 那你在这个二三十万的程度上晃悠晃悠 其实也不会轻易的被淘汰被失业嘛 因为还是很容易找工作的 攒攒钱四十来岁攒个三五百万 你也就差不多财务自由了 那我自己赶上的这段经历 其实实在是一个个例 那个公司的好几个同事都有类似的遭遇 所以不是我一个人 这个公司实在是太诡异了 但是人家呢 就是忍不了的话 干一年多就走人了 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本来就没有绿卡 就被折磨的更惨一点 又因为没有绿卡不能走人 好在现在也过去了 好 所以这期呢 虽然说是聊这个会计的薪资水平 但是也有闲聊的性质啊 内容组织的比较松散 希望该给的信息还是给大家给到了 喜欢的小伙伴 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 订阅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